能够垄断整个市场 是巨头公司们敢做不敢说的梦想 垄断市场便意味着没有竞争对手 从而形成规模经济 一家独大 这样的好处谁不想要呢 像苹果 微软 谷歌等科技大佬 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 即便是美国政府 在颁布和推行相关法律时 也要多多少少照顾到这些公司的利益 不敢轻易对他们动手 但是 卤水点豆腐一物香一物 这么豪横的企业们来到欧洲 却只能低头做人 让大佬们闻风丧胆的 就是欧盟反垄断专员 玛格丽特·维斯塔塔 维斯塔塔有多厉害 他能罚谷歌540亿 罚苹果1020亿 这样的人对于偷偷搞垄断的企业 简直是噩梦般的存在 由于形式作风果断干脆 维斯塔塔自上任以来成绩可观 在整个欧盟都是出了名的 让他一战而红的 是对谷歌的裁决 在他还没有上任前 谷歌在欧洲大肆横行 滥用搜索引擎 偏袒自家服务 前任专员与谷歌周旋多年 也没有从谷歌手中罚出一分钱 2017年维斯塔塔上任了 在短短的时间内收集证据 罗列了谷歌众多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 逼迫其交出了190亿人民币的罚款 谷歌起初抵赖 但维斯塔塔放出狠话 如果谷歌不接受罚款 就让谷歌滚出欧洲 谷歌迫于舆论压力 无奈交出罚款 但此后谷歌不吸取教训 在暗地里逼迫手机厂商 安装自家服务 结果又被维斯塔塔抓到了 其利用安卓垄断搜索引擎 强制手机厂商 预装谷歌应用等违法行为 罚了350亿人民币 谷歌前前后后 在维斯塔塔手中栽到数次 累计罚款450亿人民币左右 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另一家大佬高通 作为全球排名第一的芯片厂商 利用自己大哥的地位 打压其他科技公司 逼迫他们购买高通的芯片 来实现芯片上的高度垄断 还要求这些公司 支付高昂的专利技术服务费 连华为也未能幸免 维斯塔塔发现后 又开始搜了证据了 一出手就罚了高通 2.42亿欧元 高通一时间形象受损 股价也因此大跌 市值蒸发了超100亿人民币 也算真正得到了教训 但是最惨的还应该是 苹果公司了 因为它将数据中心建在了爱尔兰 带动爱尔兰经济和就业的发展 爱尔兰政府就给苹果偷偷的免税了 希望与苹果长期合作下去 细心的维斯塔塔在2016年 就发现了苹果在爱尔兰的税收 比其他公司低 而且税收近十年来 似乎被人为降低了很多 于是推测 爱尔兰政府与苹果公司 有一些不正当的税收交易 在证据确凿后 责令苹果公司返还这一高达 1020亿人民币的巨额税款 尽管爱尔兰不希望因此影响双方合作 但是迫于欧盟压力 还是接受了苹果公司的罚款 维斯塔塔与众多科技公司产生矛盾 但是呢 以维斯塔塔这样的钢铁手段 还是可以起到震慑作用 维护市场秩序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